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推翻》第六章第十九至二十一節 我要為自己積盛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 能受壞 有賊挖掘孔來偷 只要積盞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受壞 有沒有賊挖掘孔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 說到這裏 我相信是時間給很多人去聽到關於 職財寶在天上 我們如何建立在天上有戶口 最多人問我的幾個問題 我覺得在這裏 職著在這裏跟大家去分析 其中一點 我相信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我們在人生當中最進步得快的 主動和被動方式 主動的就是我們模仿 被動的方式就是人家說給我們聽我們的盲點 這兩者都可以不可或缺 即是被動裏面最快就是人家說給你聽的盲點 主動裏面最快就是去模仿 這是暫時無論是戲劇 或者甚至所有關於技能 技術 例如我們讀書也是模仿的一種 我們讀書也是人家說給我們聽我們的盲點 因為我們入學的時候 你中學也好 大學也好 將你規劃了有一班一班去學的 原因就是他已經規劃了你們的盲點 共同盲點 所以他告訴你 所以學校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 將主動與被動的方式 去契合成為一個教學方式 其實在裏面我們是可以學習的 因為我們在天上要鍛鍊我們這些神能 神所給我們這些性格內涵 其實第一樣就是可以說 在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怎樣把我們人生變成一個熟靈大學 就是我們要學習 讓我們學習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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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我想讓你知道 其實沒錯 被動的人說給我們聽你的盲點 讓你去改善是最快的 但問題其實在我們環繞住 在我們身邊 我長大過程當中 我見過很多我身邊的人 他們都是建立了一種各人的技藝 去避免別人說他的盲點 為甚麼呢 當別人說你的盲點 如果你不需要應付的話 很多人會覺得有壓力 很多人要改善 甚至終於在別人眼中 看到自己的形象 他覺得很羞恥 不開心 因為世界上很多人都是為了開心而生活 最重要是開心 但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看到好色的人 就如你會見到我所見到好色的人 就是那些人一生都不長大 一生都是成為世界的渣載 意思就是找工作 別人不會聘請他 婚姻又會失敗 教養兒女就是一塌糊塗 在世上食成是人都看為渣載 通常這些人的性格是甚麼 我們稱為那些 吊兒郎當 嬉皮笑臉 或是無據真 這些態度是甚麼 你知道嗎 這些是人不自覺 在讀書的時候 小時候已經 鍛鍊了 避開別人跟他說盲點 所以 於是你跟他說話 說幾句 沒有句要認真 另外一些更差 就是用壞習慣的方式 去避開別人跟他說盲點 例如吃煙 喝酒 或者不肯地說髒話 或是脾氣差 脾氣暴躁 這些人 你會發覺 簡單來說 他們不能夠正視自己的盲點 當別人跟他說盲點 他們就會用這些去逃避 可能是太太跟他說盲點 可能是父母跟他說盲點 或者是先生跟他說 他們都會用這種方法 慢慢發展成為他們 跟人交流的方式 導致 你跟他交流 永遠都只限於某件事 在我侍奉這麽多年 我見慣很多這樣的人 通常有看過那些嬉皮絲麵 跟他說不到認真的 說認真的 他們是暫戀過別人 說別的事情 原因是否 原因是這些人內心心靈 自己洗自己 是脆弱 或者他自認自己是脆弱 或者甚至覺得 別人說他的盲點 說他的問題的時候 他會受傷害 於是你看到這些 就是成為 我不是說屬神 我不是說人間是廢物 是人間廢物 你想想在天國 神要不要這些人 神當然不要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 連做人都還沒有 但問題是 很多人回到教會 當然了 教會不會杯葛這些人 但很多人在教會裏 就是這樣 用這種方法 於是乎 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很多時候這些人 是不掌盡的 在神的面前 他沒有辦法有機會去建立 神所賜予給我們這些神能 和這些性格 因為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其實為什麼 聖經裡面說的利未仁 或者聖殿 是我們去學習侍奉神 為什麼會學習侍奉神 因為 神設立侍奉這個原則 就是讓我們去 不單止我們自己去掌盡 我們負責別人的掌盡 就像利未仁 不單止負責自己的信仰 這種服務 這種服侍 導致你的信仰 突飛猛盡 你知道嗎 因為原來神設計了 侍奉不是為了他 很多人都誤解了 哎呀 神要我們侍奉 因為益了他 因為我們常常都用人的方法去想 我們請菲蓉回來 都是服侍我們的 對我們有益有著數 神要我們服侍也是 他需要有羊血 他需要吃焦了的羊的滋油 燒到變燦的這些 繁製的牛 他最喜歡的當然不是 神設計整個節日 全部都是重複 又重複去做一些 可以說是非常繁複 非常精細的事情 但是也非常指定的事情 他讓我們這個 可以說我們的心 流離浪蕩的心 終於學會什麼是策略 什麼是次序 什麼是排列 也同樣我們都能 什麼叫做服侍人 去服侍神 原來神設計事奉出來 不是因為他缺了人 去幫他 糖肉燒烤 燒牛肉給他吃 不是呀 神不是這樣 神不是喜歡BBQ 所以他就設計了一個聖殿出來 神設計事奉不是為了他 是為了人 神創造人出來 而讓人能夠有機會去選擇 但問題是他不設計的事奉出來的話 我們人是沒有一個機會 在我們平板的人生當中 甚至建立三道空間的能力 才能都沒有 不要說是第四道空間 明白嗎 所以原來在我們去事奉的時候 其實神是讓我們 每一個時代當中 在事奉神跟從神裡面 其實我們就已經 開了我們自己的內心 那種原作的心 讓神帶領我們 我們會不斷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務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我們 當我們看到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的時候 其實通常每個人都盡力 用三道空間的能力 就是在世上肉體上的能力 血氣的能力 智商的能力去解決一下 但是問題是 當我們遇到這個能力 我們盡量去做的時候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個 神所要我們建立的這些性格內涵的話 我們第一 就賺了我們有這個永恆的性格內涵 因為神永恆對著我們 所以他一定要求我們 在事奉當中建立這個性格內涵 但是第二就是機能 因為每一個時代當中 神給他的牧人跟從他 做事都不可能 這就是聖經根本記載這件事 大衛由一個牧羊人變成皇帝 我們看到摩西可以由一個牧羊人變成什麼 變成分開紅海 我們看到阿法拉罕由一個牧羊人變成什麼 變成信心之父 我們看到約室由牧羊人變成什麼 變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 你看到嗎 其實對於牧羊人來說 是當時代當中可以說 是工作上最卑微的 我們也曾經分享過 但問題是 你能夠想像叫你做這些 帶幾百萬人出埃及 成為埃及的宰相 甚至大衛成為皇帝 是不是你覺得不可能任務 對不對 沒錯 當我們遇到這些不可能任務 如果我們懂得真的為了侍奉神去做 那便會鍛鍊了我們第四度之間的能力 是肉身沒有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們便擁有一個鍛鍊的機會 但當然在那段時間 我們不像 就如我所說 很多人不僅避開盲點 很多人用釣魚郎當的性格 武具真的性格 嬉皮笑臉性格 避開不僅被動的人 說他們說盲點 他們用這個性格 避開主動學習 所以有些人遇到這些情況下 他們一樣 嬉皮笑臉 武具真 左推右推 於是他們能否有機會鍛鍊到 這些第四路空間的能力 沒有的 唯有那些真的認真 咬著牙筋 為了別人而努力去付出 就算明知不可能 都盡量去做 那些人便鍛鍊了 第四路空間的能力 馬太坊第六章第十九至二十一節 不要為自己積贊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 能受壞也有賊 挖掘洞來偷 只要積贊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受壞 也沒有賊 挖掘洞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 心裡緊記住後因 心裡緊記住後因 並從未忘掉神恩 我心決意要奔跑天路 隨靜悔就常見運 堅決跟我住腳中 與世間發光隨不暗 忠敬錯節面對百可流 如無言託信恩主 常道人 夜遲返沿醒 預rop腳上帝 遍在 переж為 就止找łe 見捅 有奈義 靜悅 樹登 武衣 村 這楞 主下 他 有款 封穩 地 每天释放上手 依靠神